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电宝我们都知道是给手机充电的 体积庞大的航母竟然也能扮演充电宝的角色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航母的体型巨大 在海上行驶 航母好像一座可以移动的城堡 这样大体积的航母 它能够动起来 那么动力系统肯定不容小觑 一般来说 对于一个五六吨重的航母来说 驱动航母航行再怎么都需要动力功率 为30万上下的马力 这样强大的马力 已经足够满足一个中型城市的电力需求了 所以海上航行的航母 依靠强大的动力系统 本身就相当于一座发电厂 事实上 在历史上还真的发生过 依靠航母发电的事情 美国在上个世纪初 就曾遭受到了一场百年不遇的旱灾 旱灾直接导致 塔克马市水电发展蓄水池的水源干涸 整个塔克马市都面临着停电的威胁 对于一个城市来说 全程停电的危害不言而喻 各种精密设备叫停 人们的生产生活会蒙受许多损失 于是美国海军就派出了一艘 刚刚服役的列克星敦号航母 前去再去支援 它的主要作用就是替代水利发电站 使用自身的动力系统 为塔克马市带来电力 列克星敦号航母 在塔克马市停留了整整一个月 为其发电425万千瓦的电力 可谓是解决了塔克马市停电的燃煤时期 难怪所有国家都拼命地想造出航母 这样多功能的海上巨兽 又有哪个国家不想拥有呢